不同的版本,錄下來的東西也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過沒有關係,這個東西其實基本框架是一樣的 假設你換一台電腦,錄的東西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的架構一樣,改的方法也一樣 所以你大概就是照我們上課講的這些原理原則試試看 原則上你可能還是要多做 因為像這種東西說真的,你假設做一片你就會熟,不可能 然後可能是東西,是這種東西其實 那我盡量我是有一個標準化流程 以不要做錯為原則 你只要不要做錯就不會卡住 不然卡住的話後面其實有衍生性太多的問題要去解決的 那我們先求把一個東西先做出來 所以今天的話基本上至少我們就是把這個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做出來對不對 然後最後的話呢,我在這個地方再做一個按鈕 也許類似像例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把它放到底下 那這個的話就是各區指向它叫什麼 各區比例圖這個嘛,然後一樣改一下 所以我們要多了好幾個按鈕 為什麼要特別做按鈕,其實不做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做了之後的話感覺會比較完整 有點像是我就做完這件事 所以以後有做多少按鈕 就是等於是我們做多少功課嘛 有沒有,所以以後記得 反正你們最好的情況 就是自己重新再下載一個完全空白的資料 然後自己再把這個右邊的這個按鈕 如果假設你逐一逐一的都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表示你真的學會了 而且最好是熟練的,一定會卡住啦 不過卡住沒關係,你慢慢再去想辦法解決啦 那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沒有防呆的話 有沒有,這個沒有防呆喔 它剛剛會出錯 所以我們變成說假設沒有防呆 那你變成你要先手動刪掉各區比例圖 才能夠再run它一下 不然的話 如果你現在假設切回來之後 再run它,它一定會出錯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顯然應該要防呆 那可是防呆要怎麼防呆啦 當然防呆的方法很多啦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到,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邊好像也沒有防呆 所以這個歷年切到之間 一樣會有類似的問題 那只是說啦,要怎麼樣 防呆是最簡單 當然寫的方法其實我想了還蠻多種的 可是後來發現喔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應該就是什麼 就是類似像之前的寫法 外面其實可以包一個什麼 一幅對不對 一幅然後呢 當什麼情況下我才能做這件事情 當那個什麼 當某一個儲存 當這個儲存 當這個工作表不存在的時候 有沒有,它才能夠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如果假設它已經存在的話 那我當然我是可以怎麼樣 我是可以把它直接就跳開了 但是問題來了,我要怎麼知道它是不是存在 它這個虛子工作表它比較不像那個 這個什麼,之前的那個儲存格 藍的名稱 對,藍的名稱 對,藍的名稱 固定就在那邊 那當然第一個 我怎麼知道這邊有幾個工作表 幾個名稱 所以要知道說工作表這個 在不在其實比較麻煩 它變成說我需要 把裡面的所有的工作表 一個一個的把它取出來 然後再去判斷 所以變成說 比較麻煩一點 第一件事情的話 你可能需要做 把這一些工作表 逐一逐一的取出來 然後看說它的名稱 是不是叫各區比例圖 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不要做下面的事情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寫 怎麼寫會比較簡單 所以假如你將來遇到 你需要取出儲存 這個底下的工作表名稱的話 那可能你需要學會一個物件 叫序詞 這個好像前面有序詞 它的名稱的話 第幾個工作表的名稱的話 這邊可以加上數字 比如說第一個 它的名稱就點內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可以練習 如果假設你都要練習說 序詞1點內得到的結果是什麼的話 那我順便教各位一個 在那個什麼VBA裡面 可以測試的一個方法 如果假設有一些語法 你要測試 你不知道怎麼測試 不一定要run 你可以直接在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即時運算視窗 這個還蠻好用的 即時運算視窗裡面 你可以先打個問號 問號就是printer 幫我printer什麼 幫我printer 序詞1點內裡面的資料 讓我知道一下 裡面到底放什麼 你按enter 有沒有發現 序詞1裡面放的是 例年切到折線圖 那序詞2裡面放的是什麼 各須比例圖 序詞3裡面放什麼 工作表1 應該沒問題吧 你說老師 如果放一個序詞4 因為沒有序詞4 所以它會出現錯誤 它如果看到正列所影超出範圍 那表示說這個數字 超過它應該有的數量 那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工作部裡面有幾個工作表 接下來你可能需要知道一個屬性 叫做序詞.count 去著點count的話 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有 這個工作部裡面有幾個工作表的意思 所以按enter會得到幾個 得到3 所以我知道這個訊息要幹嘛 那很簡單 主要就是說 我如果知道剛剛的這些訊息之後 我其實就可以寫一個程式 什麼程式呢 我跑個回圈 所以那個回圈範圍 就跟它講說 你幫我從第幾個呢 for i 等於第一個 第一個工作表到第幾個 當然我們現在看是要3 可是這個數字可能會變動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寫一個像 shits.count不就好了 shits.count 對不對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好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做邏輯判斷 如果 如果 所以if 什麼呢 它的那個名稱 什麼的名稱 工作表的名稱 如果有 如果 這邊 如果工作表 第幾個 第i一個好了 所以它會先第一個 放進來 它的名稱 是不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各區比例圖 的話 所以我 的話 ok 那一樣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我習慣先把架構先打好 比較不會出錯 然後把這個個區比例圖 這幾個字 放到這裡 你一個一個幫我檢查一下 不過啦 工作表名稱比較麻煩 因為它一定要一個個檢查 它沒辦法像那個range 直接指那個ok了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如果 裡面有出現這個名稱的話 那我就不要做下面的事情 那我應該怎麼寫比較簡單 其實 如果 假如有發生 這個名稱出現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處置的方法 一個方法是 你乾脆就不要做 所以啊 如果你什麼事都不要做的話 你寫一個最簡單 is this is this is this sub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如果假設 我找到跟這個名稱一樣的話 那我就直接離開 這個is this sub呢 它就會跳到哪裡 跳到這裡來 所以會怎麼樣 這兩個就不會被執行 所以底下這邊 這一行可以拿掉 這一行名稱這個 ok 他就會直接離開了 他什麼事都不會做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已經防呆1 我一個一個先把那個什麼 工作名稱先調出來 比對一下是不是叫各區比例圖 好 那如果是的話呢 我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中斷點放這裡 讓他停一下 所以讓他run一下 有沒有各區比例圖 有嗎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第幾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各區比例圖 所以你把它選起來 油標放上面 它沒顯示 這邊會出現2 所以第二個工作表 找到了 所以它已經sub按F8 有沒有發現 結束了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所以喔 如果假設我加了這個之後 等於就防呆了 有沒有 執行一下 所以喔 按按鈕看一下 沒事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跳掉了 那你說 可是 其實我如果有重複的 我的想法並不是這樣 如果有重複的 我的想法是說 我希望把它砍掉 砍掉之後的話 我再重新新增 那邏輯又不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把它砍掉的話 那你可能在這邊 就要把那個砍掉 然後不要寫一次 所以啊 方法1就是直接跳離 方法2的話呢 就是我把舊的這個工作表 先刪掉 然後再建一個新的 這樣好像比較合理 有沒有 哪個比較OK啦 反正我提供兩個方法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不寫的 一定sub 我先把它註解 單引號一下 如果你不要用方法1 那你可以方法 方法2的話 就是把那個工作表 哪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續著 括弧i 點delete就可以了 這樣子 它就刪掉了 刪掉之後的話呢 它再重新執行一個 所以我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就把 editsub 改成 把那一個工作表刪掉 它會 接著先新增一個 好把它執行一下 OK看一下 所以喔 這個時候有找到 虛子2喔 刪掉 有沒有發現 虛子2不見的對不對 然後緊接著就是跳到外面來 不過 看一下 但是會有個問題 有沒有發現 它這邊會出現呢 什麼錯誤 欸 正列所影超出範圍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沒有發現 原因 原因何在 你說明明這邊不是應該有三個 對啊 可是問題因為它剛剛刪掉一個 所以它刪掉一個之後呢 這個不會往前递補 所以假設如果假設你要這樣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你可能要特別小心 以前我的做法是這樣 我乾脆把那個 序點看跟一顛倒一下 就是說我反向 就是說我反向 反向找 反正我先找後面的刪掉後面的不會影響前面的 那當然這個地方 如果要改的話 我把這邊先把它先跳開好了 讓它可以執行好了 就是要趴 各區比例圖 所以如果假設 我要用刪除的 可能會比剛剛 一日三個來的麻煩 你變成要把那個什麼 序點看跟一顛倒一下 就是你要從尾巴去找 三二 二有沒有 刪掉之後呢 再來就一 那一還在 不會動 那不會影響 所以這個後面記得 可能要反向的話 就是加一個step 記得加一個-1 它是越越少的情況 這樣的話就OK啦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方法2 是逐一的去找 OK 把它顛倒一下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刪 這個把它第幾個刪掉 第二個刪掉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就第一個 所以下一個 下一個是不是那個歷年欠到折線圖 那我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就不會有出錯啦 那底下的話就讓它跑 這個樞紐分析圖 跟樞紐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 第一個 我試了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從那個 檢視裡面的即時運算視窗 問號就是printer 那我剛剛是printer什麼 printer那個 第幾個工作表的名稱 你們其實可以在這邊練習一下 以後如果有一些方法 假如你想要知道答案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printer一下 我剛剛是第幾個的名稱 還有should.com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是直接在這邊呢 加上一個反向刪除 就是把這個顛倒一下 那我待會兒把這一段程式 一樣把它放在雲端上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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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